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这一阵子我一再告知 全力守获 全力收获 然而今天我们的大盘 收盘价真的在创历史新天价 昨天我已经跟各位说了 本间K线告诉大家 今天的大盘无论如何 一定要高盘开出 那么高盘开出 这个大盘就会金金涨 今天果然大盘非常听 本间K线的糟糕 很多投资朋友告诉我 老师你的本间K线 实在是太厉害了 天天划线给大盘走 对 我要告诉大家 客观的分析精准的研判 你绝对能够赚到这么多的钱 这阵子我一直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去shopping 一定要跟我一起动起来 这些所有的财富绝对是你的 今天不只多这一把 这一把 还有这一把 很多人都想要赚这样的钱 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这个大盘到底要不要到万四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买股票 到底能不能赚到大钱 当然我们赚了这些钱 我们的家族成员都去shopping了 婆婆妈妈都shopping了 我把这个钱收起来了 很开心对吧 我们真的有做到 我们有可以买金品 也可以赚到这么多的钞票 这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再有一次的机会 能够跟何老师一起来努力 因为这个行情是大家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天天赚大钱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你一定要加入 一个是LINE 一个是TeraGun LINE是小老鼠QQ33 TeraGun是股市 不肩金或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 是LINE的部分 常常在首页 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po图或po文 希望大家能够上去看一看 至于LINE 还有一个叫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把你按连结了 那么TeraGun的部分 盘中几日讯息 盘射演变个股的操作 里周TV YouTube的节目 在傍晚都会分享给各位 亲爱的朋友 今天大盘 有没有照着本间K线 昨天的规划在走 昨天我一再的告知 今天大盘只能开高盘 并且要开高走高 绝对不能开低盘 今天这大盘真的很争气 很多人意想不到 看到昨天美股的 鸟鸟的行情 你们都没有想到 这个台股会如此的眼见 请看 今天大盘 直接开高 走高 又来了 收最高 我说这一段时间 请你不要放空 不要放空 你空到很没有尊严 空到吱吱叫了 昨天我才在讲 大盘再创历史新天价13780 那么呢 当天 昨天是收一个高空夜心 我说高空夜心 次日一定要开高盘 今天不成功变成人 所以呢 大盘听到本间K线的糟糕 今天直接开高 化解了这个颓废的状况 而今天开高 走高 今天也是以最高点 做熟 然而这个格局很简单 单一K线叫做大洋线 而昨天我说过 到昨天的格局 这边有一个多方缺口 但是这根的线呢 形态学叫做高空夜心 所以今天非常的关键 只能开高盘 因为这根线 在这个位置当中 本间K线判读为转折线 所以呢 你一定要表示强势 绝对不能颓废 所以我说呢 今天只能开高走高嘛 收红K 转中继再涨格局 结果事情又这么发生了 这个大盘真的收红K 昨天盘我一解完 我做的盘 一定要开高盘 开高走高收红K 我昨天有讲过 这个红K 不一定要过前一天的糕点 但是一定要收红 这个样子就对了 那么这个大盘 很简单 转中继再涨 那么转中继再涨 但到底要怎么转 请看 这个盘 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今天这根红K 并没有越过 前一天的高点 也没有破前一天的低点 所以这个现行 叫做高档运出 那么高档运出 请大家注意了 给大家的关键价 13780 明日 也是只能开高盘 这个格局 在这个位置当中 你要持续的猛爆 你绝对要开高盘 而必须开高 走高 创新高 转中继再涨 行情直喷万四 那如果不是这个格局呢 不宜开低盘 就是不能开低盘 如果开低盘 那么很容易造成 13780为磁破的高点 将往下币缺口 所以这个盘 我又解完了 所以希望这个盘 明天持续开高盘 开高盘 就能够转中继再涨 这个大盘很简单的解释 就是扣万四 那如果这个盘 它是比较闪失的话 那很简单 顶多就是回撤 那你们到时候 要好好把何老师的讯息带上 我有一句话 还是要跟各位说 在此时 史上最大的一把 邀请所有人 跟我一起来努力 全力扫货 选股很重要 大盘创新高 很多股票还没有涨 所以你们 有没有想到 你手上的股票 为什么没有 跟上大盘的速度 这就是你选股 选对跟选错差很多 接下来大家请看 这个 两支 一个叫台积电 一个叫脸发科 台积电 昨天创新高500多块 今天台积电 没有再喷500块 而台积电 监视量锁 而联发科 今天 它是一个滚量3.2倍功 因为有出一个news 就是华为事件 华为呢 他们要把荣耀机给卖的 切割这个部门 所以呢 大家又想到 联发科 可能有利多 就是接单的一些效应 所以今天使得联发科 领军 所有的IC设计 全面的大喷出 所以今天的联发科 是利多的一个解读 所以滚量大涨 可是这个地方呢 有些怪怪的 台积电 它并没有再喷500元 那么呢 在这个格局当中呢 大家就要留意咯 你的股票的位阶在哪里了 然而 这档股票 我想大家都会给 何老师掌声鼓 你要一支吗 上周四 上周五 我都有讲过 我说W顶 形态将要做成 可是当天 你们不会相信 你们认为 我只是因为 我买了 我一厢情愿 但是今天 这档股票 真的就喷出来了 我曾经跟各位说 操作股票 我不在乎 当天的涨 当天的跌 我要的是 后续的爆发力 请看 今天差一毛涨停板 有没有涨停 不重要 重点是 我们赚到钱 上个礼拜 11月12号 我讲过 我说这档股票 太阳好大 需要散热 当时在哪里 很便宜的价格 65块 对吧 而这档股票 我当时有跟各位说 我说呢 这边打 打一个W 两只脚 可是问题是 还没有很成功 没有喷出去 你们都不会相信 当时我说 第一天的放量 可是呢 事到如今各位发现 真的喷到这里来了 何老师的股票 很有智慧啊 在这边收货 他自己这样喷上去啊 根本就不用花力气 现在大脚都来我家 你们今天才看出来 这档股票是 W比吗 我再倒带给各位看 当我 没有画这个箭头 你们绝对不知道 这档股票 真的是底部起要股 当时我说 第一天放量而已 结果到今天 回头一看 老师 你的股票 真的经得及考验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们跟我 就是觉得要买得到股票 买到便宜货 权力扫便宜货 等到整个行情上来 你就是赚一大把 还可以买包包 这么简单的事情 还可以赚很多的钱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 做股票有横有谋 不是看他今天涨上去来追 明天不涨了 很简单的道理啊 再看一遍 当股票啊 在这边邀请各位 买 打两只脚 各位都看得到吗 现在喷过这里了 那就很简单嘛 W底间很多电视都在讲啊 上周四上周五 邀请大家全力扫货 我不知道你扫了没 今天W底了 那么呢 这个时候你再想一下 这个股票 要望要红买望红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们都以为我在 我在念口号嘛 你们买的 你们真的很红 这个股票四根红K的 请看 要望要红买望红 你要不要买 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 昨天滚量13.7万张 今天量美元末多 还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重点来了 到昨天 日K三红 我说开始走猛暴断了 这边是3395昨天嘛 然后这边呢 是35块2嘛 我说涨幅已经11% 11年的定存了 可能呢 你们都不会去留意了 但是在看到今天的线 真的耶 老师碰到这里了 对啊 我不是给你们画箭 画箭头画好了吗 连股票都听 本间K线的箭头 本间K线的规划 画了三根 喷到这了 然后呢 涨到这边了 我都开始走猛暴断了 今天有没有 来到这了 那突破这边呢 就是标嘛 日K四红 我的股票经得起考验 我常跟各位说 我给你们关键价 不是只有当今可以用 都一直可以延续的用 本间K线 永远在减未来 我在告诉你 当今发生什么事情 而你未来 要怎么操作股票 这双股票 有用有魔人 赚四根的红K的 对吧 再看下去 这双股票 奇力心 今天滚酱功了 每个人都说 哎呀奇力心在涨什么 没有啊 应该要涨啊 就是如此啊 那你们看到涨 我在盘中有PO给你们看嘛 这么多大脚来买货 我说你们早一点跟我卡位嘛 就不用今天问我说 可不可以追 那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多花三块钱的成本呢 你怎么不少花三块钱 换成我有效的讯息呢 永远在追价 那股票今天滚亮了 谁说奇力心不会动 这两条线帮各位画好了 我说这种线啊 是本间K线里面 一种特殊的线型连续线 这种线呢 不动就不动 一动就很惊人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这个 这边在做什么 今天这根红的 跟昨天那根黑的 在做什么 这震荡洗盘嘛 肩又空嘛 很简单的道理嘛 这边这一段的一个 大柱子进去量都不出来 那请问你要做什么 赶快扫货嘛 今天在到这边 跟大家倒数计时 这档股票即将喷出 往哪里喷 往上面喷 你们拭目以待再看下去 这档股票 它是被动元件的 一哥跟二哥 这个股票呢 很简单 看起来笨笨的啊 看起来笨笨的啊 那就好像你们当时 看那个泰索一样笨笨的啊 就会涨那么快啦 这个股票 我跟各位说 我是从底下一路经营到现在 这是从底下 150、160、170 一路经营上来的 这两只股票 本间K线怎么看呢 划线给它走 国具 很简单 今天技术教学 这档股票 这边有一个底 对不对 这个底很多都告诉我一个特殊底 没错啦 这种是一个变化型的头肩底 很简单的解释啦 然后呢 这里把你箭头画好了 它现在已经走到这边 对不对 这种线形不动就不动 一动觉得很猛爆 被它突破这里用标的啦 因为为什么要打底 打底就是因为 它具有后续的爆发力 才需要这样打底 而今天顺便技术教学 底部对称理论就是这种形态 只要被它突破这里 这张股票直接标到外面去了 大家很有福气哦 今天节目要多看几片 明天顺便再看一遍知道吗 好再往下面看 华兴科也是 这里 大家看到这个底特殊 对不对 我就让你标好了 其实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啊 华兴科在这一段 比国具强一点 因为它这个地方 已经先越过了 我画过来 这里已经越过这里 早就过了 现在华兴科 我不是要看这边了 我要看这里 这边有个大底 大复合底啊 从这个地方完全直接喷过去 喷过这里啊 那了不得了 直接就飞到外面去了 所以这张股票 我的会员给我做很多波段 不管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一路的经营 然后中间有调整过 有再买回来 这张股票呢 这里早就过了 下一个关卡看这里 所以呢 这张股票 这个形态大家都很喜欢嘛 再给你一句话 全力扫获做教赎钱 我们的会员早在赎钱啊 不然我们怎么买包包 怎么shopping啊 对吧 我要跟各位说啊 赚钱感觉很好 你摸钱的感觉也很好 很多人都说 老师我好想要赚很多钱 赶快来 想办法来找到我 我想我的股票 我要赚后续的爆发力 没有人比我赚了更多 我想我怎么操作PA 怎么操作散热 怎么操作IC设计 大家都记在心里 对不对 那么现在要当最大的赢家 请你安心托付给何三 我们再看下去 这张股票 重出江湖 很久不见啊 台湾地表最强的科学股 重出江湖 只要何老师在里面 这张股票就开始活蹦乱跳 你看这科学股 一样技术教学 这里有没有看到吃货 有吗 好 这里呢 横盘整理打下来再弄上去 这里呢 呈45度角 这种现行很特殊 很少股票能够像这样这么乖 每天这样子一格一格一格上去 这种股票呢 也是一样 不动就不动 一动就很惊人 而这里有一个压力带啊 只要突破这里 觉得用喷的 会喷过这里 所以这档股票 请各位留意哦 底部又把你做好了 前人 重数 后人 成良技术教学 一二七被他喷过 他就是喷喷喷 不要不要不要 今天节目很过瘾 对不对 通常在技术教学 我希望大家先把概念弄好 你自然有胆识 有勇气 跟我一起经营股票 如果你永远在外面看 那大盘万事 万五跟你有什么关系 以下请大家想清楚 这边有三种类型的股票 一种叫永不翻身 一种叫起死回生 一个叫绝地逃生 亲爱的投资朋友 大盘 不只扣了万三 还将近要万四 请问你的股票在哪里 大盘万四万三 跟你有没有关系 何老师今天做公益 我在把上周特别节目的重要 重点再跟各位讲一遍 大盘已经快要万四了 如果你手上股票 还比不过这个速度 你自己要调整 要像何老师灵活的操作 才能够潜滚钱 才能够赚了很多的钱 不然你永远在那边 你的股票死水一潭 你赚不到钱 本间K线特殊操还法 就是灵活 请看 永不翻身 请你忍痛割爱 例如这种股票 大家曾经都知道 宏达电风光一时 曾经有1300元 现在剩不到30元 这种股票说真的 要它回到100块 已经很吃力了 这种股票我要跟各位说 它已经脱离了现实社会 我只是举例 并不是说宏达电公司不好 只是举例这种现行 曾经有到1000多块的 或是几百块的 现在剩不到个位数 或剩到30块的 你们手上有这种股票的 请你们忍痛割爱 因为这种股票 它已经脱离了现实面了 我想现在全世界的手机 非常的多 所以宏达电没有赶上这一块 那我只是举例 如果你手上有 类似这样的股票 请你忍痛割爱 你把钱弄出来 可以重新操作 重新找标股 而找标股有两种 一种是追强者恒强的股票 一种是买底部打底的股票 我们再看下去 在目前这个行情当中 这张股票 你们手上有类似这种的 请你们忍痛割爱了 再来 这种股票是起死回生 之前各位都知道 它很高贵 这边打了一波 好像快要已经不行了 这边又打了第二波 它好像不行了 因为当时他们公司 要把机壳卖掉 那个厂卖给中国那边 而后他们公司要转型 会现在它能够 再花费它的一个荣景 所以这边开始又打底了 这种类似起死回生 那么你手上曾经有套到 可成高点的眼泪可以擦干了 你就不用在这边 砍到低点 至少等它反弹 你们再卖 但是这种股票 说实在的 起死回生的股票 只是告诉你眼泪擦干而已 并不是告诉你 它可以回到 以前那么高贵的一个价位 只是它可以让你减少损失 何老师要教各位 大盘万三万四了 你绝对要跟到 这个大盘的速度 不能脱离这个股市 你一直脱离这个股市 你永远是赔钱 你知道吗 好我们再看下去 这种股票呢 你们等它反弹到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做减码好不好 何老师技术教学 那像这个泰塑 泰塑也是个起死回生 因为这个波段当中 它一路的下跌 其实呢 它当时呢 它输给了旗红 输给了双红 所以呢 当别人在涨的时候呢 泰塑呢 它一样 它就一路下跌 但是呢 它经历过现在呢 它又开始整合了 有新的一些订单了 已经开始能够由亏转移了 所以这边呢 它形成了起死回生 打了双底 像这种股票呢 你们曾经买到高点啊 你们就不用再低档卖掉了 你等它 这个双底已经做成了 至少弹到这里 你再做减码 不用弹到低点啊 我要跟各位说 买股票要买的有智慧 砍股票要砍的有尊严 你们做错股票没有关系 何老师会帮助你们 所以我今天这个特别的一个 一个节目当中要跟你们讲 就是这种三类型的股票 你要怎么样去调整 你调整过来 自然你有钱 你就能够在股市里面再灵活 本间中久不是说过嘛 天天都有机会 在于你没有资金嘛 你们悟透了没有 好再看下去 那这样你们懂了啊 那么这种呢 绝地逢生 绝地逢生呢 之前 这种是权力要扫货哦 这种呢 他之前在这边盘一盘 有一波经过 那个什么美国中美贸易战 然后是四四飞飞 达到这么矮的位置 而后呢 他这个IC设计 今年呢 全面的大反攻 由于呢 他很多的特殊晶片 在全球数一数二的 所以呢 在这里 没有帮联发科打败 所以呢 他绝地丰生了 开始又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所以呢 联发科这种现行呢 他一路的一个喷膏 这边再做另外一个底 这边再做另外一个底 所以这种类型的 一定要全力扫货 那这种股票当然啊 大家都很开心嘛 像这种红结科的现行 也是你看大底完成 他经过很多次 很多时间来来回回的震荡 然后呢 终于打了一个大底 大底之后 喷出喷出再喷出 这种你就要全力扫货 这个是目前当红炸子机 说到这里 今年IC设计 由联发科带领了 很多相关的族群 全面的大崛起了 所以整挂的IC设计 你要留意 他还会延续到绵延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档股票叫红结科 好 那么红结科呢 它是属于那个 PA功率放大器的 那么 PA功率放大器 在5G当中呢 也需要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时候 是他们的一个 一个体材 所以这种股票 你一定要找机会 一定要全力扫货 当然股票不是天天在涨 你要知道它的波度 请你来找我 好再看下去 下一档 它华星科 它这里也打一个底 对不对 这里呢 两年前 被动元件全面大风光 但是去年的被动元件 真的是落水狗 但是经过呢 今年开始整合之后呢 5G的商机 又带来了被动元件的 一个新商机 叫做绝地逢生 所以这种股票呢 你们也可以在这边 开始全力的扫货 因为这个呢 它开始的一个 要涨的一个架构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了 这个也是啊 绝地逢生 这一边涨得很风光 这边急速下跌 因为它没有 沉疾了一年多 而来到这边呢 当股价 很多的股票 创新高 它却在那边盘整 但是盘出这个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所以这种股票呢 大家应该要 好好的一个把握了 那么再来呢 还有一档呢 创意啊 就是IC设计 由那个联发科 带动IC设计 有没有 这种股票 当时这边也是 一波很落寞啊 但是呢 绝地逢生了 这种股票 你就要全力扫货 因为现在是 他们的机会财了 再来呢 就是双红啊 也是如此 这边打了一个底嘛 这个底大家都说 很漂亮嘛 这边 因为散热跟5G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 以上我点出这些股票 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真理 当股市里面 在行情在变动的时候 你们要赶快 手脚要快 要知道灵活的操作 你才能够天天地赚钱 知道吗 所以呢 今天何老师 特别把这些的 一个股票三类型的 提供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去想一下 为什么大盘万三万四了 你没有赚到钱 如果此时 不会处理股票的 赶快想办法 来找到何三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赚 本公司以往 就继续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